打不出优势 这把一级已经赢了呀 要偏异,偏异他的异重很伤 我不敌的,只要不会对面针对,不会对有孤立 这两个他不能一起触发,你知道吧 可以触发一个,被队面针对或者被队友孤立 但是不能触发两个,触发两个我是一定会着急的 这两个buff只能触发一个 OK,再次弹杀 我说的我很猛的,我千分不是他妈白奶的,你知道吗 我猛的一匹 我巨猛啊 我没有对手,我很强啊 买个鞋子算了 这把已经通关了 因为上单已经通了 现在的上单不激情吧,这英雄前期对线还是很强 这英雄有点像小鳄鱼这英雄 他不会玩罢了 我的手怎么那么强 好,这把游戏已经结束了 这把重点正常点运气 前面几把真被野了 但是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我要连胜了 从现在开始我只能说一句话 输一把,输一把再下班 能弄什么意思吗 输一把下班 输不了 已经输不了了 我已经无敌了 他为什么能游手 这狗逼虾子二级,游手不了 输一把 这狗逼虾子二级 今天转移了 打一下防御塔 这波得注意细节 我给他一次消耗我的机会 这瞎子DW怎么能当90机器 加强了没 我11年胜了,这游戏绝对是要限制一下我的人胜 上南这位置本来做不了还多事情 该输的 是的,夜楼要给我排点坑了,怕我把这乱拖拖 夜楼肯定是要稍微整治一下我 这波装备 我得买点暴力的 CG算了,我得买那个没啥大用 买提亚马特运输不大 下巴就买提亚马特 老鼠的弓箭怎么那么长啊 小凡甲那你要被抓了,我以为打不过的话 小凡甲我一打硬钢打不硬钢就打,他主W 折扰了 我打不线 他ㄴ 你这个命名字 芒生有点奇怪 下路还得送啊 能不能不要抓下路,抓上呗 芒生能上路发家致富呀 上路来就有了 要拿虫子的,你不拿虫子我C不了 如果不会拿虫子我真不好 芒生已经在出下线装备了 出肉了 这个英雄队前还是蛮厉害的,银岗3都能跟我游人游巨一下 好像有闪现了 我T1过来,别急 你要这样送,那我就怎么办 不必有个小学校 你开玩笑 你把这些砍会推出 你开玩笑 你把这个砍励 我看你怎么做 我看你自己的砍励 你游戏 我看你 我看你 艾克大哥没放了 应该想走上去 走上去买不了贪欲 厄利 被震碎 干了 准备了 足を抢 我不当我离枪啊 咳咳咳 相当塔都要没了,相当绝食的 真没意思,这样我会打击,这肯定没意思 本来他们就不是我的对手,一直被队友孤立,被对面针对 拿了个是年贵,不然不可能年贵的,不然找了个300分 太针对了 我今天原地哈布有点不甘心了,我今天起码得上100分 来不年胜 对我正常不知道怎么出位 南博是出现不了的,这英雄已经被我关进阶牢了 不出意外的话南博要给我办一辈子 英雄不会让他放出来 来喽 卧槽,威努斯上来这么高 送大跌了 威努斯去的是AD中的数字怪 这玩的基本上,一个三下就要把你爆了 算是很夸张 还有大招 老鼠能捕捕啊 在这样子抓人意义不是很大吧 经典 又经典上了 威努斯去的是数字怪 一般说别人数字怪,一般就得 也就是说别人比较憨了 一般只有憨的一种数字怪 好不太妙 这招牌节奏有点怪味 我说实话 这招牌人的聚能数 这招牌节奏 真的太好带得动 还没有 这么怕 我说过 这招牌 这招牌 这个 一大天 慢血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真好操作 我一种是强度有点高,不太好操作 抓飞机了 真得打 你他妈的,这都能没换 巨大恶极啊,你大恶人啊 我他妈的大闹都没省,特地没省,你回来丢丢丢丢什么东西啊,一直回头丢丢丢的 我看你是脑子他妈要丢出去了 真是他妈不好赢游戏的 太假了 太会摆难了,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摆难还是干嘛 这跟摆难有什么区别 简直就是没谁了 抽象的玩家 他也非常对 每次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 破剑者这个装备还真的能带来动队 感觉不是好带来动队友太脆了 他俩说的不是很关键的 只要坦度关键 尴尬的 小垃圾还跟你钢哥操作钱 你钢哥打你 这样我会打击 我缺钱了 我缺点一下 都不得了 就好 就好 这就是